庄子,清静无为,读懂这五句有心意的话,悠然自得,做个洒脱的人,一,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真美,一文,一个人如果一直能保持朴实无华的本性,那么他将是这世上幸福指数最高的人,也是最完美的人,往往只有圣人才会无欲无求,因为看透这世间种种恩怨,发现的头来终究不过梦一场。 这句话也一直跟我们强调,其实很多顾不惧的看都只不过来自我们的心魔,欲望越大,烦恼越多,但是倘若你能看破这一切,做个普许无华的人,那么你就会发现,一切不过是永远自饶罢了,二这乐无乐,治愈无欲,一文,这世界上最大的快乐,便是已经摆脱了大家口中的快乐,最高级的荣誉, 也就是摆脱了红尘间所谓的荣耀,庄子的言论最大的特点,莫过于文学的哲学,哲学的文学两种紧密相连,我们生活中处处是哲学,庄子清静无为仪一直告诉我们,太多的人为了世俗的快乐和荣耀, 而忘记本来的自己,倘若能忘记世俗言中所谓的快乐,放弃世俗言中的快乐,做一个无为之人,自然不会为凡尘俗世所烦恼,做个自由洒脱之人 三,其实预生者,齐天机前,一文,如果一个人有太多的欲望和嗜好,那么这个人本来的心性和智慧,自然会因欲望而掩盖, 我们时常会见到一些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,甚至做出尤为天理,走被人道的事情,但是老话要说人知初,性本善,其实更多的时候,只不过是被利益蒙住了双眼,放弃了心中的善与本性 四,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,唯有得者能知,一文,遇到了困难之道无法改变,坦然接受面对 事实,安于这种困境的人,也就只有品的高尚之人会做到了,无论是生活还是职场中,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困境,能够解决的困境,我们当然不要放弃希望,但是明知是不可逾越的困境,倒不如省点力气,淡然处之,平静地去接受现实,而不是自找烦恼,这便是庄子最大的智慧了, 毕竟有很多事情,不是你想改变就能改变的,五,以重小不胜为大圣,一啊,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,不要过于纠结成百,但是在一些大事情或者是大的方面,便要独当一边去夺得真正的胜利了,有很多人总是分不清轻重,在小事情面前斤斤计较,但是在大师面前却又胆怯退缩, 这时代不是君子合卫,无论你是作为什么角色,都应该切记,以超脱的心态去看待事情,而不是用短浅的目光去争都世俗所谓的胜负,毕竟能笑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